自然疗法心得分享 现在跟大家谈一下第七集 轻分子医学 轻分子医学是一个全新的项目 在日本已经很流行了 在台湾还没有流行 轻分子医学它有什么用呢 轻就是它可以把酸跟自由基排在一干二净 因为百病同源百病同疗 能够排酸跟自由基的东西 就是清晰跟热疗 能够减少它酸跟自由基产生 就是生酮饮食 所以我们身体的酸应该要被排出体外 废弃物 就好像你门口的垃圾桶要有垃圾 垃圾不要堆在家里的意思 那我们的膀胱是排废弃物的 所以轻它是有非常立肝坚炎的效果 前面一章有提过 尿的酸碱值就是 可以有五到九 那么五点五以下 我们把它称为正常 气动它是中性 还有前面有提过的就是说 自由基把尿放在四季里面 它会出现不同的颜色 白的表示 透明的表示很少 红的表示很多 所以在这个第六集 细胞内酸中毒我们有提过 在这边我们要大家谈一下 这个氢气挑战测试 hydrogen challenge test 就是说患者到我们的诊所 我们就会跟他测脑波测自立神经 然后再去外面保健馆吸这个氢气 当然有的还做热疗 以氢气为主 然后再回来 看他的脑波自立神经 还有尿液的酸碱值 自由基变化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叫Hydrogen challenge test 就是说你测了以后 就知道病人这个会不会容易好 有没有办法和比较快好这样 所以说Hydrogen challenge test 是我们用的很多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打英文Hydrogen challenge test 你上Google就会看到我发表的一些文章 因为氢气它在日本是医疗气体 在2016年去年12月1号 就被公布为医疗气体 所以日本几国上下都在封这个氢气 医学中心也在封 不过台湾还没有开始流行 所以在台湾 氢气不能够宣称疗效 你也不能放在你的诊所 医疗单位里面用 你只能说民间的一个业者 他们在用你派患者去那边吸 吸的地方不能讲疗效 那么诊所你嘴巴可以讲氢有疗效 可是你诊所不能给病人吸氢 我们都要遵守法律 法律台湾是这样规定的 是这样执行的 千万不能够够触法 那么氢是怎么来的呢 当然氢来也很多 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水 最安全的不是钢瓶 是水电解成氢跟氧 把它吸到身体里面 就是它氢跟氧 它就会产生气体 这个气体把它吸进去 水变成氢跟氧 你再把它吸进去 它就变成又再变回水 在细胞里面变成水 这个红色的是氢气 在身体里面的浓度 氧的分子量是32 氢是2 所以氢很小 它可以进到立腺体里面 它就在立腺体里面 又再合成水 这个就是最后 第二个就是水 就是合成水 氢吸进来就变成水 所以氢它有几个特征 第一它是高度选择性 抗自由基抗发炎的药物 我们讲抗氧化 Antioxidant 抗发炎的药物 事实上我的经验告诉我说 氢的抗发炎效果 好过类固醇 比steroid还有效 这个非常多的经验 还有它可以进到脑部 可以对脑神经疾病特别有效 它是一个 所以我们讲 以前我们对SOD 很多抗氧化的东西 可是我现在已经 没有什么抗氧化好用 因为氢它就是抗氧化之王 就好像左边这个铁钉 你加了水它会生锈 可是你把同样的一罐铁钉 灌了这个清气 它就不生锈了 抗氧化了 还有最上面那两个叫做 抗自由基 它会把它中和掉 因为我们叫活性氧 它有好的有坏的 最上面那两个坏的活性氧 我们叫做自由基 下面这个NO H2O2 这些超氧 因离子等等 它是好的 如果你吃这个抗氧化的健康食品 很可能把好的也杀掉了 可是氢它就很奇怪 它高度选择性 它只是杀坏人不杀好人 像我们这个箭头这边有一个 这边是有毒的自由基 叫做有好的活性氧 有毒的叫做自由基 这个就是自由基 一个清一个氧 叫做自由基 那么自由基它会伤害 抢我们 它缺少一个电子 就抢我们立腺体上面的电子 它就会变成这个 立腺体就会受伤了 就会漏电 漏电 漏电 这个氢 自由基加上氢就变成水 就是把坏人 变成好人 这样 所以说为什么 变成水 很多水 就好像你 本来马桶不通的 变成水 自来水公司来水的 就把马桶冲掉 把脏东西冲掉了 所以氢 它是世界上最氢的元素 我们身体里面 百分之六十二是氢 因为我们有八成是水 所以说氢原子占身体最大量 它完全没有任何毒性 我们身体一公升 大肠筋也会产生 十四公升的氢 像这边前面有提过 睡眠障碍 一吸氢 就好了 睡觉就很好睡 像这一个也是一样 妥瑞过洞 你看它上面妥瑞症 脑波 β波很强 吸了以后 整个妥瑞症就消失了 它的这个尿是7 变成5.5 酸排掉了 自由基 你看这下面的是7 变成5.5 自由基4变成7 这样 这边也是有一个患者 它也是一些 比较莫名其妙的病 它的尿也是7.5 体验的一个小时 还是7.5 再体验下去 就变6 自由基本来排不出来 就排出来了 像这边有一个 躁郁症的病人 他只是体验而已 他并没有做任何检查 你看 它的那个尿的酸碱值 体验的 大概四五个小时 才7.5 还是7.5 自由基排不出来 再体验下去 大家看我那个封起来 那个是什么 这样 7.5 就会变成6 自由基就排出来了 所以我跟你们讲 只要时间够 酸 减值 没有不降 大概最多也能降到5 再也降不下去了 自由基 排也是可以排出来 像这边 有一个人 他就是尿是9 大家看左边最上面 9 后来变6 后来变7.5 一排 自由基本来排不出来的 一直吸一吸 就排出来了 到最后下面一个 又没有的排了 就是这样 他就是要说 到黄金交叉点 就好像你丢垃圾 丢到最后没有垃圾了 这是一个 也蛮成功的一个 可以给大家看的一个案例 像这边也是有一个患者 他巴金生自证10年 他为什么来找我呢 他自己也是专业人士 可是他巴金生自证很严重 脚一直抖 抖到最后叫断垫 就是说 所谓断垫 就是说他吃药 起初有效 后来吃药 吃那个多巴胺的药 到最后 时间还没有到 他就全身好像瘫痪一样 结果呢 我只有给他 请他做测试 你看到 吃了大概六个小时 他的尿一直排 他尿是酸 排到最后酸就排掉 没有酸好排 他自由基 你看这个放几天沉淀 到最后没有沉淀 排光了 结果 后来他整个就好很多 可是还是要配合饮食 有一次他太太找我 我说就来跟我问 我说有没有好 他说好很多 他说可是还是进不住嘴巴 因为他本身很爱吃冰淇淋 有时候买一桶冰淇淋 当饭吃这样 就葡萄糖中毒 那有时候也是蛮难 有时候人管不住嘴巴 我们就没办法 所以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还原剂 它可以提供辨子给人家 它有两个辨子 那氧是氧化剂 氧化还原反原一定要平衡 所以氧它是氧是火是钢 氢是氰是水是柔 氧能平衡氧 水能克火 水能克钢 所以氢它是细胞内的灭火器 可是氢你不要看它 氢它可以做氢气氮 如果量大的话 如果你一个钢瓶 一个氢一个氧一点燃 这栋到牢就没有了 各位也找不到尸体了 这个很可怕的东西 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氢跟氧很小 你只要它点到 它小小的 好像放一个小电炮一样 所以没有任何危险 也不会烫伤人 所以这个不应该有心理障碍 说各位不要有心理障碍 其实我心理障碍很大 我以前开始用的时候 想了好几个月都不敢吸 因为没有人吸过 我没有看过人吸过 吸下去会不会有问题 其实人都会有心理障碍 难免的 所以说 我大概三年多四年前 我就开始 觉得我本身就是 后来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就是心理不整 心理不整 来到我诊所 他心理不整 心跳跳到一百多下 那么 他说他看过很多医生 二十年 去荣种电烧过三次 去电几过两次都没有效 医生 他说要电烧 医生也不肯电烧第四次了 怎么办 他就找我 我说我也不会治疗 你这个医学中心看不好的 我也不要 我也不会 他说没关系 我看过你们的资料 你就帮我治 没有效没关系 后来 我说 就只有高压氧 没有效 后来 我就到一个地方 到我家 我家里有摆一个清氧机 我说来 你跟我一起吸 我说我没有用过 我说我为了 为了这个 以示公平 我们一起吸 我就一次吸第一次 我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他吸了半个小时 我心跳好像没有乱跳 后来一做脑坡 治理神经 果真就没有乱跳 就好了 后来他就慢慢调理就好了 这种情况 我看了就很震撼 你知道 我们就找新东西 对患者有效的东西 那后来 我当然就跟一些业者配合 然后就在附近 他们开了一家 吸氢馆 我就派病人过去吸压 吸压 吸完再做来做脑坡 治理神经 后来我就写了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 应该叫做 清分子生物学 只是我不好意思这样写 精神神经疾病不要而已 事实上 亲戚他对精神疾病最有效 所以我前面为什么会说 有了亲戚 有了热疗 有了精神科医师会失业 就是这样 你只要把脑细胞道原料补到够 酸自由基排得出来 人就好睡了 精神疾病会豁然而异 我这个经验非常多 有一个也是我们的同行医生 他有一次跟我分享 我是后来才认识他的 起初不认识 他说 他因为开很多家诊所 很累 很累 然后就每天很忙 每天都看诊 然后有一次他就觉得睡不好 就开始吃这个百悠解 医生建议他吃 吃完很好睡 后来觉得没有效了 他就不吃 不吃灾难就来了 一直想自杀 一直想自杀 想自杀 还不是自己自杀 他想把小孩子丢到楼下去 他就跟他说 我忍不住一股冲动 我就想把小孩子先杀死再自杀 后来他就不知道谁介绍 因为我跟他也不熟 他说他人家介绍 他吸一个亲戚以后 突然间人好像有第一道天堂 这个太多了 太多了 患者都是这样的感觉 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 好像拨开荧物见清天 后来我就写了这本 脑神经细胞 不承认人有精神病 脑神经的疾病 都是酸跟自义机过多 淀粉吃太多等等 所以说 不管神经精神疾病 好像都效果非常好 清气 所以说 我常常跟患者说 我说 你这个病没药医 病人说没药医怎么办 我随口就跟他说 你这个不会好 不用药才会好 药不能帮你治好 病人就相信 这个我这个讲话出去要负责了 所以说大家要看一下 有精神疾病睡不好的人 要看这张葡萄汤果糖中毒 脑细胞酸中毒 葡萄糖中毒也不好睡 还有生酮饮食多吃油很重要 这两篇一定要看 那因为我们的神经每秒会传导100公尺 如果你酸中毒以后 他传导就不行了 还有神经传导素也放不出来了 那么神经传导素跟这个恐惧愤怒血液都有关 多巴胺不够就会八经生死症 血清素不够就心情就好不起来 你看我们这个神经 为什么它没有黏在一起会传得过呢 因为神经末梢会放一种东西 叫做神经传导素 就好像你玩接力赛 把接力棒传给下面一个人 下面一个人再传给下面一个人 所以叫神经传导素 神经传导素传不出来 心情就愚痴 心情就意闷 手就会抖 传得太多的话 多巴胺 这个剩下腺素传太多 人就会生气 所以神经传导素很重要 神经传导素要顺利释放 跟细胞的酸碱质很有关 这样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 我就常常很纳闷 为什么一吸完 人就会变成这么舒服 跟神经传导素的传导有关 我这样讲 我想没有人会反对 神经传导素就放得出来 速度就恢复正常了 你看我们的脑神经细胞 它有1500一个神经细胞 每个都在放电 都在放电 我们把神经细胞放大来看 它是这样 中间那个神经细胞 它不会自己吃东西 它是靠人家养它 靠这个心状细胞养它 心状细胞 心状细胞一个手 一个嘴巴吸血管 一个嘴巴吸神经 这个就是心状细胞 它一个嘴巴吸血管 一个嘴巴吸神经 另外一个叫寡凸细胞 就是这里的左边 这个寡凸细胞 寡凸细胞 它就是专门修补 我们神经的 破损要修补 它是固定的 修补神经 修补就是要原料 如果没有修补好 神经传导正常的 如果破损以后 没有原料好修补 或者是你的神经寡凸细胞 不认真 就好像水电这样 不给你做工一样 神经就没有办法修好 另外一种 最正下方六点钟 那个是围胶细胞 围胶细胞很小 它就好像我们打扫的工人一样 就是打扫 帮你打扫打扫 如果你今天 你的脑的酸碱值不对 你的神经细胞里面是酸的 你的醒来煮饭的 欧巴桑也生病了 工人也生病了 水电浆也生病了 打扫费也生病了 怎么办 大家都生病了 都酸了 好像每个人都便秘 拉肚子一样 这个所有的人都生病了 脑神经细胞就饿死了 右边那个呢 淀粉 没有人清扫 垃圾没有人清扫 脑细胞就一直死 一直死 脑细胞就一直萎缩 萎缩 在电脑断层照 医生跟你照 说你脑已经萎缩了 没有办法了 最后就是变成这样 所以说 大家要看清 你稍微 精神神经疾病 跟睡眠障碍 这一篇要看一下 广义性早发性阿斯海默针 也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讲说 氢它就是人 你如果这个尿是PH5到8 如果你是8 要变成7变成6变成5 那5再吸下去 就丢光了 它又会变成碱性 这个自由基 像上面这个 本来没有红色的 变成有红色 最后又淡了 这个氢 我常常 人家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 就好像你家 很多垃圾 成年垃圾没有到 你每天 提两袋去追垃圾车 好 追不到 每天就只到 帮我两袋 你产生垃圾的速度很快 我今天派工人去 派几十个工人去帮你清 清清清 一下子就清完了 好清完了以后 你就慢慢丢 不会累积那么多垃圾了 可是到最后 有些工人出来 他两手空空的 你问他为什么 不丢垃圾 他说我垃圾丢完了 就这样 所以到最后 自由基会排到没有自由基 酸会排到没有酸 这样知道吧 不然你很难解释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是细清做尿的酸解释做自由基 很多人也以为这样解释很简单 如果真的每个人都是这样排到干净 高的变低 低的变高 那就很好解释 事实上他变化太多了 那因为这个文献是没有写的 是我个人在观察的得到一个结论 就像这一个病人 他是很典型的癌症病人 他是肺癌转移到脑 肺癌医生说不用开不能开 不必开 开了也没用 就给他化疗放疗 做完化疗放疗 还是没有好 可是医生还是很静止的 把他脑部的一个转移的六公分的肿瘤 用电脑刀拿掉了 所以他脑部没有问题 可是他到我诊所的时候 一直渴一直渴一直渴 因为医生叫他住安宁病房 他不想住 他就来我这里 那么我就说 那你就用我的方法吧 轻带着睡觉 吸吸吸吸 有一次我就跟他验 你就发现说 他的这个尿 后面讲癌的时候还会提到 因为他 轻了他已经不是碱 因为他身上很多癌细胞 会产生很多酸 酸你看排到最后 这个就没有酸好排了 然后呢 这个自由基排到没有自由基了 他每天都这样 我们叫做黄金交叉点 就是前面讲的这个 每天都达到黄金交叉点 是我们治疗 癌症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还有这个患者也是一样 他是肺癌 肺癌 失眠 泪风湿 下肢浮肿 你看他也是尿很酸 这个癌细胞产生的酸 他到最后 酸减值变7 有没有看到 这个自由基也变成没有了 你知道吗 后来他跟我们 他现在也好好的 我前面讲的那一个 他前一阵子 大概上个月吧 他跟我说 去检查Cancer Free MI CT PET找不到癌细胞 他很高兴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患者 他背风是手肿脚肿 手指肿得像脚拇指 后来也整个消了 这样 所以我们的一个 这个清的这个方法 很多啊 很多是口头讲的不算数 这个是有少数 有一些很完整的检验数字 可以看的这样 所以说就是说 如果我得了癌症 我大概也会这样做 我不会先去化疗放疗 我先把我的酸跟自由基 清除掉 热疗做一做 看会不会有效 我想说这个是我们 未来大家一起努力的 这个方向 也就是说 清跟热疗就是我们 排酸排自由基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一集呢 清分子医学就讲到这边 谢谢收看 欢迎看下面一集 字体美丽疾病 这个也跟清有关